上官家族游令 请大小姐速回 上官家族游令 请大小姐速回 上官家族游令 请大小姐速回 嫂子 这是怎么了 十四 你千万不要出去 交给我 十四 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哥 不好了 嫂子被一群神秘人带走了 你说什么 仙衣被谁带走了 我也不知道 那些人只说了是上官家 难道是嫂子的家人 我不会以后再也见不到嫂子了吧 那就是仙衣的族人 把她带回去了 我知道了 十四你不用着急 这件事我来处理 好 哥 你一定要把嫂子带回来呀 嗯 一定 十三先生 老板娘出什么事了 要不要我去帮您调查 那可是上京的上官家 这件事你们无法插手 我自己处理就好 我知道了 十三先生 我现在还是太弱了 要是实力更强一些 或许就能帮上十三先生了 喂 仙衣 你在哪 你就是十三 嗯 我是十三 你是 我是仙衣的母亲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以后离仙衣远点 你配不上我上官家的女儿 喂 喂 可恶 仙衣真的心甘情愿回家吗 再给仙衣他哥打个电话问问 尊敬的用户 您拨打的号码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喂 龙颖大哥 十三 我打算要先回上京了 我在江州的经营布置 打算都转移到你的名下 你愿不愿意 龙颖大哥 上京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仙衣也被他家里人接走了 十三 咱们都是兄弟 我对你也不好隐瞒 如今上京局势动荡 八大家族的排名可能会重新洗牌 这可是涉及到五道世家的资源分配 我家里老爷子有些力不从心 所以我需要赶回去接提家主之位 主持大局 我知道了 龙颖大哥 江州的事我来帮你处理 你尽管放手回去做 若是有需要的地方 找我便是 好兄弟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 对了兄弟我给你留了一个惊喜 你见到后会喜欢的 惊喜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有需要我帮忙的事吗 龙颖大哥 若是有机会 帮我打听一下仙衣的行踪 没问题 不过你不用过于担心 仙衣身份摆在这里了 除了上官家无人敢对他出手 听龙颖大哥的语气 这上京的形势不容乐观啊 看来我需要去上京走一趟了 小虎 陪我去一趟龙祥释放 是 十三先生 十三先生 您来了 嗯 龙颖大哥说 这里以后交给我来打理 龙少都吩咐过了 以后龙祥释放 都听从十三先生的差遣 对了龙少 还给十三先生留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 暗影令牌 这是什么 参见十三先生 你们就是龙颖大哥留给我的惊喜 这些人一看就是训练有素 可不是一般人 是的 十三先生 我们是龙家的暗影小队 是龙家最精锐的战队 且不属于龙家执管 我们之前一直护卫龙少的安危 不过从此以后 整个暗影小队任由您调遣 既然是龙颖大哥将你们托付给我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多谢十三先生 小虎 你先把他们安排一下 有什么需求尽量满足 若是有什么任务 我会直接下达 是 十三先生 哥 你回来了 打听到嫂子的消息了吗 十四 不用担心 仙一她没事 只是被她家里人接走了 可是那些人气势汹汹的 不像是嫂子的家里人 有些事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或许仙一也身不由己吧 天色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我一定会把仙一带回来的 好 我相信哥哥 再也没有那丫头梦游 晚上来找我了 仙一 是我没保护好你 等我 我一定去找你 嗯 这是什么 十三哥 你不用来找我了 这次我家里动真格的了 我不想看到你出事 十三哥 对不起 本小姐再也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放心吧 仙一 谁也不能进过你的自由 就算是你的家人也不行 是什么事 那我就是还要你 Squee 桜招公导 谁也会有什么事 我爱你